很多人在家做清蒸鱼 第一步就做错了 今天分享一个小技巧 做出来的鱼肉又嫩又滑 建议收藏 市场捡的鲈鱼 两面打花刀 方便成熟 调一大碗姜葱盐水 放鲈鱼浸泡十分钟 这一步能把鱼腥味去掉 使鱼肉更鲜嫩 锅中油热 放洋葱丝 葱段 姜丝 炒香 有些人喜欢安静地看视频 但是他会对着屏幕点个赞 这样的人最可爱了 接着倒入一碗长姜水 半碗蒸鱼齿油 少许白糖提鲜 这就是饭店都在用的蒸鱼汁 锅中水开 放入鲈鱼 蒸八分钟 倒掉这个很新的蒸鱼水 放葱花 浇上热油 淋上蒸鱼汁就可以开吃了 每天宅家不知道吃什么 可以关注我阿红 让您做菜不烦恼 非常感谢